费城房产近年逐步复苏 增值空间和出租回报 让投资人看到新机遇 但费城房产投资与纽约有哪些不同 购买流程和税法上有何差异 如何有效打理远程投资房 在费城的话 基本上是经纪人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也就是经纪人 它充当的是经纪人和律师的作用 本期安家纽约 为您解析费城房产投资新思路 欢迎秦孝授再次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自从我们上期节目播出以后 介绍了费城房产投资的一种新的机遇 实际上把很多投资人的眼光 又吸引到这个久违的费城上面来 而且我也听说最近这几周 你基本上都是在费城那边 做一些房地产的一些新的一些考察和投资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update一下 现在费城房产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况 那你讲得很对啊 自从上一次播出以后 除乎我的预料之外 大量的客户对费城的投资 有非常大的兴趣 我们先后就有17个人 到了费城去看房子 这段时间刚好是黄金时期 因为你知道 我们的节目最主要的上一期谈的就是 我们的公司在费城做的是 大学生和大学生宿舍的这种买卖 那么刚好这个时候 费城很多大学生毕业了 那新的大学生也刚好楼取了 所以说很多人 以前的房子有些人就想卖 那同样的有的人孩子到费城去读书 也很多客户他想去买房子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 费城应该是说 购房子是一个最高峰期了 现在很多的纽约的投资人 把眼光又重新的回到了费城去 但实际上费城的房屋的买卖 很多的一些流程 一些手续 实际上是和纽约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 在费城房产投资 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它的一些流程 比如说第一个 在费城听说买卖房子 是不需要律师来揭露的 对不对 那大家就很担心 因为律师就是一个 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如果没有律师来揭露的话 那这个买卖到底有谁 来完成这个合约的审核和签订 事实上 律师并不是保驾护航的 应该是说法律是保驾护航的 今天你不管是哪个律师 还是哪个人 我们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做的 在费城 它跟我们纽约是有本质性的差别 在过户的时候 在费城的话 基本上是经纪人 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也就是经纪人 它充当的是经纪人和律师的作用 那么每一个经纪人在费城 就是每个公司 broker 它必须要开ASCO account 就是我们所谓的监管账户 那么它对这个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各方面要求 你必须对费城的法律知识 要懂得很多 你虽然不是个律师 但是你充当的是一个律师的角色 像我现在所有的客户的活动 都是我帮他们来完成的 那么在费城 它买卖房子 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活动 我们broker是有权利去解释这个活动 也有权利去填这个活动 做一些小型的修改 比如说你增加一条两条 再费城是合法的 对 而且我们知道 在签署合同完以后 在纽约一般的做法 是要交10%的一个定金 对不对 那么在费城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要交一个10%的定金 那这个定金到底存在哪个账户里 这是个很好的话题 纽约也不是法律规定 纽约就是说传统吧 95%的人都是按这个过程来的 都是把10%都交到卖房的律师的监管账户上 那么在费城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没有律师的 即便是你是费城的人 在费城买房子 它也是不需要律师的 它都是经过经纪人 我刚才也提到了 经纪人每一个公司在费城 如果你要做房地产 那你必须要有开一个监管账户 我们这边叫escore account 所以说的话 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的客户的钱 要打到卖方的经纪人公司的监管账户里面 但是这个数额在费城是很低的 几乎就是说不到10% 像我最近买房子这几个客户 基本上都交的就是1500 2000 如果你买个50万的房子 你也是交个2000块的定金 它是不定的 不像我们纽约这边好像是 约定俗成的10% 对 它那边flexible 就是说没有这么 有交1500的 有交2000的 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 不确定 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 房产买卖过程中 需要交易一些税 一些费用 那这个税和费用来说 在费城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transfer tax 交易税来讲的话 在纽约一般买二手房 都是由卖家来支付的 那这种税费来讲的话 在费城是不是也有不同 这个有极大的不同 极大的不同 第一 他们的transfer tax比我们要高多了 在费城的transfer tax要4.1% 我们在纽约就是1.825 那么它就已经是超过我们的两倍了 第二在费城几乎都是一个习惯 如果说没有特殊情况 双方过承担一半 就是说我们买方 我们要承担2.05% 卖方也要承担2.05% 那我这几次 这几个客户过去买房子 他们都大吃一惊 我顶开始也跟他们讲得很明确 但是到过户的时候心里都是不高兴 他说我们在纽约从来没听到说 要交什么transfer tax 怎么突然来2.05 因为在费城整个都是这样的一个 也不是法律规定 它也是一个习惯 就是说买方卖方 不论在任何时候 都是各承担2.05%的 2.05%的transfer tax 一般来说 我们今天重点讲是到费城去 基本上是做投资用途的 那买完这个房产以后 都要把这个房子拿去出租 但是在纽约来讲 作为一个房东 他可以自由地把这个房子拿去出租 听说在费城做房东 其实不太容易 对不对 而且做房东 听说还需要执照吗 是 他这个不叫房东要执照 而是说房东如果要租房子 他是要执照 还要学习 他有个网站 你要到你头学习房东 就是说你做房东 你有哪些义务 你有哪些责任 还有的话 你在费城的话 还有很有意思的 就是这一系列的过程 要比纽约复杂一些 它的水费 电费 还有那个什么税收 还有这个Gas 它是不同的机构 在不同的地方 你要重新过户 所以它的程序要复杂多了 你还有 我还遇到过 有的房客 他的房子 要做投资的时候 去申请 还被拒了的 因为它有规定的 如果你假设你在注册 买房子的时候 你说你是residential house 对不对 那你说你居住 你居住了过后 因为以后你要 deduct你的capital gain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出租呢 还要问你很多问题 所以这一点 你在购房之前 你要明确 就是说我买这个房子 就是投资的 你在欠活动的时候 就说是投资的话 你以后去 到政府去学习 你去申请的时候 就容易过关 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 你说你是居住 那么政府要问你 还是可以改过来 到那时候 你再重新修改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定的麻烦 对 那所以说 如果要把房子出租 必须申请到一定的执照 同时还要做一些 课程的一个学习 那如果说 我是一个房东 买了这房子 作为出租 那我委托一个管理公司 帮我管理和出租 我自己本人 还需要申请这个执照吗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委托帮你管理出租的话 那么这个管理公司 它会协助你去申请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 就是学习 帮助你 就是辅导你 怎么学怎么弄 那么一般的情况 房东还是要去 他的市政厅去签这个字 除非你要授权它 Power of Attorney 就是说全权代理 但是一般的 像我们在管理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 特别是我们纽约过去的 那几乎都是依靠管理公司的 那我们都会给他们做一些最基本的培训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房东 他要签字 他要承担很多责任 他不是说授权 我们只是简单的帮他拿这个执照的问题 他要到上面签字 因为将来房客要告的话 他告的是房东 他不会告我们的意见谁 你说将来如果说水出问题了 或者暖气不够 这些东西的话 他是直接通过一种法律程序去告房东 当然房东跟我们管理公司之间 又有另外的活动 我们会协助他们都能顺利地拿到这些 所有的执照 那对有一些房产购买以后 要进行适当的装修 或者改造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在纽约这方面 有一些申请的一些程序 也比较复杂 那么在费城来讲的话 对房屋进行装修和改造来讲的话 这个程序又是怎么样 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在费城跟我们纽约是不一样的 有些东西我也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它的程序上在费城 说装修跟我们纽约一样的 也是要要求很多过程 但是费城有一个意思的在什么地方 像在费城一般的情况下 它加个厕所 或者是说在房子里边做了什么事情 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很明显 我这是告诉你 我们所有的房子在大学城里头 几乎都是一家庭的 但是没有一个房子住的是一家庭 两个学生也不是一家庭 五个学生更不是一家庭 假设按照政府的标准去查的话 那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大学 那所有的房子都是违房的 那就是说明了什么呢 政府对我们现在投资的大学城这一块 肯定是给予了一种默认的宽大政策 因为他知道整个大学城所有的房子 都不会只租给一个学生 否则的话 这一个房子五个房间 租给一个学生怎么可能呢 可是它的归类 我一再强调 政府的法律上的文件上 还是一家庭 但是它事实的用途 几乎每一个房子 我们现在都是三房间 三个学生 四个房间 四个学生 所以我们到费城去 就是说可能不要顾虑得这么重 但是法律角度上要知道 你这买的是一家庭 那现在很多纽约人 如果对费城的房产有兴趣 想到那地方去投资 但是有的时候 千里迢迢跑到费城去 对费城还不是太了解的情况下 那你们公司能够给这样的投资人 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服务 我们公司的话 现在是主要有四位投资专家 应该都是地产专家了 我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资深专家 我们组成的这个团队 当然我们还有十几个sales portion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马哈顿 法拉圣 以及费城 我们都有办公室 所以说客户如果说 对费城的房地产有兴趣的话 我们通常的就是希望 他们先给我们预游 到我们这三个办公室 之一的办公室去 我们先通过网络 给他们看看 先通过电脑吧 看看这个 我们给他选的这个区域 介绍一下这个区域的 学区的状态 出租的情况 房价 以及是不是现在还有客户在里边住等等 那我们也有网站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模式 在去之前 就是先有一种概念上的东西 然后的话 我们根据客户的愿望 因为不同的客户 不同的要求 有人两层楼的 有人要三层楼的 有人要贵一点的 有人要便宜一点的 根据客户的愿望 我们一般的至少要给他们 预了四套房子 就是预游 跟对方预游 跟房东预游 游了带客户一块过去看 我们在费城有人接待 专门游好了过后 你他们去看房源 有客户自己在决定 用什么买哪套房子 那很多人 这个手续办完以后 找租客怎么找 找完租客以后 日常的管理 万一这个房子 有一些什么样状况 难道房东 要从纽约赶下去 这都不太可能的 所以在后去的管理方面 你们有没有形成一种制度 或者一种机制 来保障这些投资人的利益 当然了 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我们 这首要的任务就是 帮他们找房客 找特别好的房客 我们目前的房客 基本上就是学生 因为我们的重点 就是要在大学城里边 买房子 就是租给学生的 事实上我们的公司 成立这个公司 就是因为我们准备一种 非常好的管理模式 我们目前 对所有的客户 兼费程投资的 我们分三类客户 跟我们合作 一类客户 我们就是说 我们的公司 租他们的房子 我们就直接成为 他们的房客 然后我们就是 在纽约这边 我们就叫做二房东 我们自己的管理公司 就是二房东 目前我们公司 二房东 我们租的所有的 投资商在费程的投资 我们都是6% 如果你买了房子 20万的房子 如果是通过我们去购买 经过我们的同意了的 我们一年就给你 一万二 不管你这个房客 有没有租 不管租多少 我们保证 从我们的地产公司里头 还是一样的 我们给你签活动 我们给你交押金 那这个我们就 其他管理费用就不收了 就是一年6% 保证 以后增值部分都归你了 反正的房子 那么如果你 无论你给我们签多少年 你签一年也好 签两年也好 你到期了 你还是可以转模型 就你不想用这种模式 跟我们合作了 你是可以自由的 可以自由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自由的买卖 那这是 随时你卖掉了房子 我们就 这种活动 随时就终止了 那么这是一种模式的话 很多特别从大陆过来的客户 他们特别选这种模式的多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一下子 给到你们管理公司 我们想到以后 费城能增值了过后 你感觉很舒服 那管理的过程中 就根本不操心了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模式 对远在其他州的人 如果来费城投资 可以选择的模式 第二种模式 就是说独立的 你自己买房子 你的房子 不管你租多少钱 我们来交给我们管理 那我们要收8%的管理费 比如你买了20万的房子 我们基本上 现在买了20万的房子 一个月可能租到人 租到2000块 可能性很大 那我们给你管理 我们就收160块 就是每个月 就收你的房租的8% 那我们行事的就是说管理 我们帮你找房客 帮你收房租 帮你反正转着所有的程序 也包括了你这些基本维修 那么这些东西 基本上所有的房客 在房灯之间的一些事情 都是我们在直接处理 你买了房子 你几乎都不需要去 你唯一的情况 如果有大维修 大问题的时候 我们帮你挑选的过程中 由你来配板 你觉得要哪个人来帮你做 那你也 人也是不需要过去的 具体的维修的过程 是我们在那边监督 帮你把关 第三种模式 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模式 目前是我们公司的 应该是说开创型的设想 我们现在在费城 已经有十几个客户了 已经买了十几栋楼了 那么在十几栋楼 我们现在一种管理模式 就是大家是产权独立 但是房租 我们是合为一个公司 比如你买的房子 我买的房子 我们到一起 放在一起 通过我们的管理公司 给你们股个价 就是股个股份 你买了20万 可能你占10个股 我买30万 可能我占15个股 那么所有的这些产权是独立的 你随时可以退出去 如股的这种模式 所有的房租我们同意收 还是一样的 我们同意收完了过后 我们抽8% 因为我们是管理公司 抽走8%了过后 根据你的股份来分房租 这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的房子 可能这个月控住了 但你占5%的股 好 假设我们总房租 假设我们房租随便说 假设是1万块 那你照样可以分500块 因为你5%的股 就算你的房子空住了 你也拿500块 但同样的 你的房子可能租出去了800块 但你还是只分500块 因为你是股份 你的产权是独立的 你虽然是说 我们说20个房子 你占5%的股 可是产权是你自己的 你随时想卖 你自由地卖 你随时想 当然我们有活动的 因为这种模式不是说 你随时就可以退出去 你签了一年的话 那我们一般的还是要求你 你要到一年的时候 才能退出这个股份 但是卖房子 你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 你随时就可以卖掉了 你卖房子特殊情况 你卖掉了 我们就让你自动就退出去了 是 这种模式目前是 很多客户都很喜欢 因为大家觉得 好像第一 觉得安全 产权是我自己的 房子是我的 我不在乎我百分之几 我如果不想跟你们弄了 我退出去了 整个房子就是我自己的 第二的话 房租安全 我的房子可能租不出去 但是我们二十几个房子 大家在一起 肯定能租出去 大学生都在那里租 还有个我们内部协调 我们不需要竞争 我们是股东 我们二十个房子 不然的话 你的房子租五百块 我的房子租四百八 你又降到四百五 我们不需要 你租五百块 我租五百块 你的五百块收入 有我的股份 所以的话大家觉得 我们过去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说 凡是我们中国人 如果抱台进去 大家都买在一起 而且那个地方 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房子 房价一定增 房租一定好 中国学生一定喜欢 这才是我们去费城投资的核心 而事实上 因为大家知道吗 我是大学教授 对不对 我们跟费城那边 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 我们跟费城大学生联盟 关系特别的紧密 我们在那边 就是一个留学生之家 我们的口号是 帮费城的留学生 找好房东 找好房源 让他们住得安全 住得舒服 让家长感觉到放心 正是因为这种失落 我们才能引来更多的投资商 那么这样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所以我们目前在费城 主要是以留学生之家的性质 在那边工作 和协助学生找房子 对 所以你该提到了 几种的管理的一种模式 确实给大家提供了一种 新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 确实从去费城去投资 大家会感觉到 可能会更踏实一点 但是一些详细的一说明 你该说到 6月的16号和23号 你们都有专门的讲座 对 来进行一些详细的一个说明 是 好 非常谢谢秦教授 再次做客 安家纽约 好 谢谢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之夜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你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